石门区十八王宫庙过去周边设施受到海水海风的侵蚀 已经是老旧破损 近来石门区公所为了打造舒适的观光环境 特别争取台电公司城乡风貌工程经费补助 重新整建 完工的时候特别举办了启用典礼 而副市长陈纯敬也带领贵宾们一同逛摊商市集 感受十八王宫庙的新景点、新气象 石门区十八王宫庙过去相可络绎不绝 周边优美的环境也吸引游客前往观光 不过也因为被山面海的缘故 周边的设施受到海水海风侵蚀老旧破损 因此在石门区公所 特别争取台电公司城乡风貌的工程经费补助 重新整建 近来终于完工举办了启用典礼 未来也渴望让十八王宫庙 恢复以往的人潮不断溶进 这次经过我们曲公所 还有台电还有我们议员的争取 把这里的动线全部都改 然后把这个小龙的市集 然后改在这边 那这样动线就很顺了 你要参观完要走的时候买一些纪念品 或者甚至说外面台二线的 可以上来停个车买 不一定要到里面去 那也是 那可以有休息的地方 因为从淡水到金山是蛮长的 我们下来买东西顺便上厕所 这是很好的概念 所以这样一弄起来又亮 然后又可以欣赏风景 由副市长陈纯敬主持启用典礼 不只是十八王宫庙周边的停车场 与广场整建的相当开阔明亮 以往挤在庙旁边的摊贩群 现在也下移到下广场区 还拥有自己的专属格位 让整体采购的环境都舒适了起来 而一直以来也都相当关心十八王宫庙周边设施的十一员菜景仙也期待 透过环境的重新规划整建 再建议市府能够举办活动 让民众前来游玩 借此要让十八王宫庙这个景点 再度繁荣兴盛起来 成为青春山海线的一大亮点 带动石门的观光发展 记者平函 石门采访报导